我們現在在豐源鎮市中心彈簧區 今天要賣一塊彈簧區的建地 住三建地,可以營燈的建地 我們現在在哪裡呢?在彈簧區的 這邊算是圓環內,副寸國小在那裡 這邊有一個中華電信,還可以看到中華電信的Mark 我們要賣的是這一塊建地,面寬大概六米 深度忘記了,把它量一下 反正就是可以換算一下,我們大概面寬就是六米 那旁邊兩側都有蓋豪宅起來 都有蓋豪宅 基本上其實兩側的面積跟我們是一樣的 只是說它的寬度、深度有一點差異 這一戶它的面寬稍微窄一點點 但是它的深度比我們深 那這一戶面寬比較寬 它面寬比較寬,可是深度沒有我們這間那麼深 那我們的地坪就是五十一坪 都是差不多都是五十一坪左右 五十坪五十一坪 那一坪五十萬,兩千五百五十萬 總價 這條路雖然沒有很大條 但是住三建地其實是可以營燈的 它這邊都有開公司很好 它這邊都有開公司很好 像這間也是啊,它也有開公司很好 剛好這間它也要賣,它賣多少 加三百萬 我們Youtuber也有拍 可以上去搜尋 上個月也有拍過 它也是地坪五十坪 地坪五十坪 但是它因為有蓋房子 一間透天 還有後面一個小廠房 它後面有一個小廠房 所以這也可以做廠住 對對對 再走進去一點看看 唤起各位的記憶 那這一間它也是五十坪 建坪超過一百坪 它的建坪超過一百坪 合法的 它連後面的廠房都是合法 合法建坪 一塊建地有兩筆建號 OK 那這間是邊間 它兩千八百五十萬 兩千八百五 這一間邊間 不要加三百萬 空地就可以 多一間 後天邊邊 還好加廠房 加三百萬 所以哪一間要划算 如果你是希望買來 直接重蓋 重建的 這樣要買空地划算 因為你不用拆房子 直接蓋 不用拆房子 沒有廢棄物處理的問題 對 那你要買來就是要整理的 那是買現成的房子 就是剛剛那一棟 對 花個兩三百萬整理一下 換完一新 對 給你們比較參考 看看你喜歡什麼 其實 貴的不是房子 貴的是土地 一坪五十萬 在這裡 五十萬 這是事實啊 對 當然如果你覺得路太小條 我們路邊也有 峰溪街 它後面那一條路是峰溪街 峰溪街我們也有 一塊建地要賣 對 富山間地它也是 它開價是五十五萬 開價五十五萬 可以再溢價了 所以有興趣趕快來找我 很多很多 普通廠 建地房子都可以讓你選擇 希望你可以關注我的頻道 訂閱加 訂閱按讚 幫我分享開啟小鈴鐺 謝謝拜拜 謝謝你們拜拜 拜拜